踏入海南民族博物馆 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深处的大门 位于吴志山市的这片文化圣地 静静诉说着海南各族人民的绚烂篇章 馆内的每一件展品都像是时间的见证者 他们用寂寞的方式向我们展示着过去的辉煌与传承 从精美的离族之景到雄壮的苗族影视 无不闪耀着民族智慧的光芒 离族的这些头气 它在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其实也可以从它的脉络 也能看到就是从最初的这样一些非常粗糙的 一点一点的做了一些改变 那这跟我们最初人类在开始发展的过程当中是一样 最初我们然后乳毛淫血 然后一路上我们又发现发明了火 然后又有了食物 逐渐的会做一些这样一些用 最开始的用石头走 后来呢就是开始做成这样一些陶器 石器陶器这样一路过来 变化其实很大 它的这个陶器的这种制作其实也很有特色 也能发现就是和我们北方的很多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对它自己少数民族独特的这样一些地方 这个是第三展馆海南民族艺术成立 这个就是缩衣 我们在南方其实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场景 但是在北方相对少一点南方举大 所以用这种缩衣 还有这种楼叶帽 非常的防晒 这是一些剪纸 不要说在南方又没有剪纸 在海南没有剪纸 其实也是有的 而且这个剪纸还做的是非常的优美 可以看到它其实做的工艺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些都是装米的桶 米的装米的米桶也很大 这些编织的工艺 做的都非常的有特色 人家这种装大鱼的鱼肉 不同的鱼肉 小鱼肉 大鱼大的缝隙会大一点 小鱼肉的缝隙会变得小叶 这里不仅可以欣赏到民族文化的贵多彩 更能感受到那份对传统的尊重与守护 海南省民族博物馆不仅是一座博物馆 更是一座连接过去与现在 沟通传统与现代的桥梁 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根脉 感受那份渊源流长的民族情怀